花不成 无心擦柳 柳成烟 我的这颗杜鹃花呢 似乎真的是应了这句花的景 虽然我坚定地认为 我可以把它伺候得很好 我也一直是把它伺候得很好 但是就因为那么仅有的一次 疏忽大意 它就成了这个样子 这颗杜鹃花从去年到我家里 状态一直都是非常的好 而且我也是精心地在伺候它 水料呢 一不小心失了浓肥 却造成了现在这样的结果 今年春节它还整个开爆 整个枝头 之前我还有拍过视频跟大家 结果呢 乐极生悲 一不小心失肥 肥大了 结果就成这个样子了 发现以后呢 就及时地将它出土 然后用水冲 结果也还是没有救回来 杜鹃花给我留下了枯枝败叶 而这颗和果鱼的小苗 虽然被我扔在角落里面 不管不顾 但是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呢 它依然是焕发出了勃勃的生机 无意中看到了它的浸干上面 居然生发出了很多的须根 因为这个盆呢 也确实是太小了 那么它要生长 它的根 却从它的浸干上冒出来了 所以今天要给它 重新换一个大一点的盆 认认真真的给它找一个家 让它好好的去生长 之后想一想 不管是对人也好 对事也好 可能就会真的出现那种 关心则乱的结果 比如说我养花吧 如果一些花苗 不管不顾的将它扔在那里 只是隔一段时间呢 给它们浇一些水 平时几乎不大去管它们 它们有可能真的会生长得很好 而一些自己非常重视的花呢 天天想去看一看 摸一摸 弄一弄 结果呢 却适得其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这样的一些心理的体会 我在整个养花的过程当中 已经反反复复好几回遇到这样的情况了 失去了一颗娇艳的杜鹃花 得到了一颗生机勃勃的合果鱼 这应该就是所谓的有得必有失吧 在养花的过程当中 这种体会应该也是比较多的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